00696B 追求利息收入 选富邦全球头等债 00740B 富贵要人帮 买债选富邦 00696B 00740B 富邦好棒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前音响乐公开说明书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首先提供大家一个公益活动的讯息 华山基金会 20多年来 服务台澎金马在地落势老人 提供免费的提供到债 跟陪医 还有物资协助这些服务 让老人家能可以安心生活 现在正在发起爱老人 中修亮起来的公益行动 邀请您一起付出爱跟关怀 每月1250块 因为有您帮助长辈安心生活 到丁来做会 照亮新幸福 爱新专线是0228363919 或者是上网可以搜寻华山基金会 今天要跟大家讲说美国政府麻烦 是即将接踵而来 第一个 连准会摆出超级阴的姿态 其实对美国财政来讲压力重重 第二个 马上政府可能10月1号要面临关门 很多人讲说 奇怪了 不是先前才提高举债上线吗 那怎么现在就要关门呢 这个跟大家先解释一下 就如果说美国两党 民主跟共和两党 没有办法在9月30号 通过新的拨款法案 那联邦政府从10月1号就要关门停摆 这个是2019年1月以来再次 美国的政府关门危机了 另外一方面呢 美国的国债已经突破33兆了 还记得吗 当时两党在谈这个债务上线 Debt Sealing 就债务天花板那时候 那时候国债是31.4兆 怎么短短才三个月 国债呢 就从31.4兆到33兆呢 这个到这个1.5兆增加的规模吗 你不要怀疑真的 这三个月美国债务每个月增加5000亿美金 吓死人了吧 我要跟各位讲明年更可怕 这是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重点 这个先放到后面 那为什么美国政府又会关门 这个解释一下 因为美国啊 它的财政年度是9月30号 这个意味着这个国会10月1号之前 一定要敲定 隔年的这个所谓的预算协议 那目前呢 还有12项 这个替政府提供资金的拨款法案 没有获得国会通过 所以在最后这几天 如果呢 两党没有办法达到共识 通过这个拨款法案 这个政府就关门了 上一次关门 就是在川普当总统的时候 2018年12月22号 那时候呢 川普他不签 这个美墨 就是说 那时候担任总统的川普 拒绝签署 不包括美墨边界 逐墙的支出法案 就是说那时候 川普就是一定要美墨逐墙 还记得吗 那那个国会 折腾他嘛 那他就不签嘛 不签呢 就导致政府停摆 直到呢 隔年的1月25号 政府才恢复上班 所以这个是上一次的情况 那这一次会不会发生呢 看起来是真的很有可能 因为 根据 这个穆迪的经济学家 Zendik 他说呢 这一次停摆 不但会发生 而且有可能会破上一次 35天的记录 这样一来的话 美国经济有可能会付出 惨痛代价 现在汽车工人还持续罢工 美国可能会 因此而导致 这个50几亿美金的损失之外 美国政府又关门 那不是对这个经济 造成雪上加霜的打击吗 那为什么讲说 非常有可能关门 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有跟大家讲 这个共和党的国会领袖 就众议院国会领袖 麦卡锡 搞不定自己党内同志 有人跟他调刚在作对 那麦卡锡的声望不够 从他当 那时候从他选众议院院议长的时候 你就知道 没有一个人选得这么惨的 那么惨 史上最惨的一个众议院议长 然后又被党内同志 绑架 要挟 对不对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大家就冲康他 所以 在冲康的情况之下 他搞不定他自己党内同志 然后现在国会又休会 到下个礼拜二 所以看起来 这个所谓的 临时拨款法案 通过不了 因为现在 两党 他们各推举了16位议员 总共32位议员 成立一个叫问题解决小组 通过一个所谓的 临时拨款法案的架构 确保美国政府可以运作到 明年的1月11号 但问题是 这个临时拨款法案 还是要国会通过 就现在看起来 这个法案 看起来通过不了 所以 10月1号 大家可能等着 美国政府要关门 这是 即将眼前面临的麻烦事 那明年面临的麻烦事 是什么呢 我告诉各位 那个更大条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 大家知道明年 美国政府要还债多少吗 讲出来肯定很吓一跳 7.6兆美金 不是夸张的 是真的 美国现在联邦债务的 这个余额的三分之一 要在明年到期 不得了 是7.6兆美金 到底要怎么样取债 借薪还救 这个恐怕对财政部长 叶仁来讲 是一个超级大的挑战 就叶仁奶奶最近还讲说 没问题 包在我身上 我叶仁肯定搞定 但问题是 最近一兆美金的 这个所谓的举债 就已经搞了 美国国债已经破表了 殖率已经飙升到 这个2006 07年来的新高了 明年又7兆多 那美债殖率要冲到什么地方 我真的不敢想象 看起来这个头很大 好 那另外一方面 就联准会摆出一个超级音 Super Ego 如果打高尔夫球人 可能知道Super Ego 这个超级音 大家看到 今天帮准备的第一张投影片 你可以看到 这一次9月的 议席会议 公布FMCE的点证图 哇 明年 他对这个利率 2024年 上调50个基点 就是点证图的中位数的利率 上调50个基点 就比上一次6月 上调50个基点 代表什么呢 代表明年全年的 联邦基金利率 会维持在5%以上 5% 吓死人的一个高点 而且是一整年 从现在开始 一整年的时间 都会在5%以上 那2025年 后年 也上调了50个基点 到3.875 也就是说 2025年的利率 也都不会降波3.5 到2025年 都不会降波3.5 2026年 是2.875 那2.875 明显的高过 这个所谓的利率中值 2.5 代表 联准会认为 这个利率中值 应该要往上升 就是说 他们认为说 现在目前的 过去 我们讲 这个联准会定出 这个利率中值 2.5 似乎看起来 是要往上调了 因为你看 2026年 他都预估 是要2.875 的这个利率 所以在这样状况之下 市场当然就 股市就跌给你看 值率就破表给你看 值率就升上去给你看 我这张图就很清楚 是对比6月跟9月 点证图的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 你会发现 箭头画出来 就是说 全部上题 全部上题 就联准会的 18 19个决策官员 对未来的 这个利率的预期 全部往上扬升 那原因在哪里 是因为Fed 认为说美国经济的情况 今年跟明年会更好 我们首先来看到这张图 这个是我直接从 Fed Reserve的网站 抓下来的 大家看到在 这个GDP的部分 预估原本6月是1% 但这一次 这个会议 给出最新的 今年全年GDP的增长 是2.1 大幅上调一倍 所以经济情况增长 超出先前预期 所以当然对这个利率 也要往上升 这是同样的道理 那另外明年 原先6月是1.1% 明年 现在最新预估是1.5% 所以也上去了 0.4个百分点 2025年是1.8 没有变 那另外失业率的部分 也下降 你看到 他原本预估 6月的时候 失业率今年4.1 现在目前调到3.8 明年从4.5 降到4.1 后年 2025年 从4.5降到4.1 所以失业率也往下调 就会市场情况太好 还有呢 PCE的部分 物价的部分 那往上升 原本6月3.2 今年到年底 现在目前调升到3.3 明年维持2.5不变 但后年 他又往上调 后年从2.1调到2.2 所以明年不变的情况之下 后年物价 他调升了0.1个百分点 那核心PCE的部分 只是下降 今年原本6月预估是3.9 降到3.7 明年维持2.6不变 后年调升 核心PCE从2.2调升到2.3 所以overall总结一下 就是说第一个 他预期经济情况 会比先前预期的更好 第二个呢 他预期就业状况 会比先前预期的也更好 失业状况不会更差 反而会更好 然后另外呢 就是物价的部分 他也相对认为说 物价会维持这个相对高档 一段长的时间 因为核心PCE的部分 一直到2025年 都降不到2%目标区 联准会的目标是2% 你可以看到他2025年 还预估2.3 那明年是2.6 所以再怎么样 降不到目标区 所以这样情况下 各上体50个基点 是合理的 这是联准会 现在目前的一个态度 那当然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市场就冲击 所以股债都跌 那问题是美国政府承受得了这么高的利息吗 因为大家知道美国政府举债 他每个月标售 他都要依照最新的利率来投标的 那这个最新的利率在标的话 现在美国的这个国债利率已经是破表 就是新债发出去 那你想看美国政府有这么多的钱 可以还那么多利息吗 大家知道美国现在目前政府未尝的债务预估 有31%就我刚刚所讲的7.6兆美金 在未来12个月要到期 这个创下2021年以来最高的一个海啸 就是所谓的债务到期海啸 那这个债务到期海啸 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等一下我们下一段回来 我再继续跟各位就这个话题 再跟各位报告 各位这礼拜股票有减码吗 还是逢低加码呢 大家要不要说说看操作策略 以及对这个中秋节前股市的展望 不晓得各位是相对跌到这个地方 是比较乐观了呢 还是更悲观呢 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 大家对股市的看法都很犀利 都有很有自己的主观看法 不妨讲出来给大家参考一下 刚刚前面J大就说 下礼拜再四天就十月了 我哪里言下之意是 就是牙一咬就过了 牙一咬就过了 就进入到第四季了 通常第四季行情会好一点 过去的经验是第四季第一季 通常都是古次好的季度 我们还是有空头同志 志坚凶 说一路空到明年午夜就对了 我觉得每次下跌 我们跟聊天室就活跳跳 我有买美债ETF 反正我美债ETF也是亏损 我就丢在那边收息吧 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现在再去卖 似乎没什么太大必要嘛 对不对 除非你看到美国政府 马上告诉你老子没办法还债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非常低啦 再怎么样他也是要撑下去了 股票我是大幅减码啦 讲真的啦 股票这个礼拜 哇我真的是 把手上的这个持股减到 剩下大概四成吧 你减哪一些股票 减哪一些啊 减那个泰洛流墙啊 就强势的股票 就没有破月线的 在十日线上的股票就先留嘛 那破十日线 然后往月线走的股票就先丢了嘛 是定期定额 对我是定期定额 好我们要回现场了 我先签回来 加入最大台湾第一档月配席的债券ETF 中信高评级公司债 代号00772B 网罗全球高品质龙头公司债 根据彭博资料 00772B 自2023年7月规模突破千亿 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债券ETF 唯有中信 让你越配越开心 存在更有感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前音详月公开说明书 酒吧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到周五了 我们suppose应该轻松一点 而且下周就中秋节了 中秋节是我们一年三大节 大家都是月圆人团圆 应该心情也比较轻松 也比较愉快 再加上最近天气也没那么热 感觉起来早上还蛮舒爽的 应该比较愉快 但最近鼓在夏天 让大家好像愉快不起来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目 是有点严肃 但很重要 所以我想说放在礼拜五这一段时间 时间自讲来跟大家谈一下 同时我们也会把今天这节目 放在我们的财经一路发的podcast上面 所以请大家 如果想说有一些数据 你没听清楚 想再听的话 你可以到podcast上找财经一路发 我们会把它放在我们的podcast上面 所以请大家可以光顾一下我们的podcast 支持一下 谢谢大家 那另外呢 我们刚刚讲说 在未来12个月是一个债务到期大海啸 美国这个33兆的债务余额 现在呢 有这个7.6兆相当31% 要在未来12个月到期 这是创下2021年初以来最高的一个数字 那即将到期的美债 也占美国GDP的四分之一以上 这个其实导致最近 美国利率上扬的原因之一 那美国财政部这个季度 已经拍卖一兆美元的债务了 那另外呢 联邦预算委员会 就CRFB预估啊 那2023年会计年度截止 我们刚刚有讲2023年会计年度截止 9月30号 美国的会计年度截止是9月底 那联邦的预算赤字 会超过年度预算赤会超过两兆 两兆 这会叫2022年的1.4兆美元 高出将近一倍 各位知道美国现在33兆美元的债务余额 是哪几个总统贡献的吗 我告诉大家 就三个总统 就三个伟大总统 一个伟大总统叫欧巴马 一个伟大总统叫川普 另外一个伟大总统叫拜登 这三个总统啊 20年啊 你知道贡献多少债务吗 在欧巴马当总统当时啊 美国债务的国债余额才8兆 欧巴马两任总统就给你搞到16兆 欧巴马一个人搞了8兆美金 真的不夸张 所以你不要觉得欧巴马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总统 事实上他在财政上面 欧巴马很糟的 克林顿是算相对不错 小布希老布希在海外开战 也没搞那么多钱花出来 欧巴马就搞8兆 欧巴马之后的这个董王 大家都叫川普叫董王 因为他什么都懂啊 董王也搞了8兆 所以呢 从8兆到16兆到24兆 川普交政权给拜登的时候 拜登手上是24兆 你看我们拜登多厉害 拜登四年还没到 就已经搞到了33兆了 更厉害 更猛 对不对 更猛 所以这三个总统啊 就把美国财政搞到 现在目前33兆的债务余额 那美国联邦预算赤字 过去从来没有战 没有战争 大家听清楚 没有发动战争 或是经济衰退的情况下 一年增加一兆 现在是两兆 美国一年国防支出 8千亿美金 现在在这个债务增加 要超过一兆 美国财政部公布 这个2023年会计年度 前十个月利息支付多少 7千多亿美金 十个月就付了7200亿美金 年增23% 以后美国啊 一年利息支出 会超过一兆美金 还没还本金 单还利息 要还一兆美金 那美国国债 在这个礼拜一 突破33兆 那33兆是多少台币 各位知道吗 1056兆台币 意味着每个美国公民 就背负了9.7万美元的债务 就是差不多快300万 277万的债务 不可思议 那另外呢 美国的这个债务利息 根据财经智库 跟这个各个机构的研算 以后一年会超过一兆 甚至到1.4兆 这几乎会是美国国防预算的两倍 因为美国国防预算 一年8千多亿 是世界第一大 这个国防支出的国家 因为他十艘航空母舰的舰队 你就看到多少 多少的这个钱要花上去 那美国为什么会短短三个月增加了一兆多呢 那这要去问这个叶伦 问去拜登 到底你们怎么在守财政纪律的呢 那你上你上这个推特 现在推特改叫X 大家知道马斯克入主之后 他就把推特那个小鸟给干掉了 然后改成X这个马克 你上推特你可以看到一大堆这种文章 就我今天随便抓一个推特文章给各位看一下 就一大堆人在讲这个美国财政的问题 他说呢 这一篇就说呢 他画了这个图 对不对 就画这个美国的这个财政的这个 这个国债这些图 他说呢 我把这个全文放大给各位看 他说呢 现在美国的债务 已经达到这个 从债务上限 就今年三个月前 那时候举债提高上限 那时候呢 达到了1.5 增加了1.5兆美金 他说呢 你不要小看这三个月啊 这三个月每个月增加5000亿美金啊 不是夸张的 是美国人也是这样 在在在这告诉所有美国人的 他说过去五年啊 美国的债务增加了54% 单单过去五年 他说year to date 今年啊 利息支出已经到8000亿美金了 他说这个 hard to believe 什么意思 美国人自己都不敢相信 这样的状况啊 自己都不相信啊 不要说外国人不相信 美国人 美国人都不相信啊 他说 这些债券到期的时候 美国财政部就要发新债来还旧债嘛 那新债现在平均的利息是5% 你看看鲍威尔怎么样去整美国财政部 5%利息 那同时呢 美国一年还要两兆美元的这个政府支出 所以呢 等于说七点 明年是7.6兆再加两兆 就9.6兆 我请问你 明年美国财政部要怎么去举债9.6兆啊 最近一季度举债1兆美金 都已经搞得灰头土脸 国债殖率破 升破了这个2006年7年的高点 那明年呢 所以这个问题我想叶伦也很头痛了 但怎么样去处理 这个我们也没办法去帮他击嘛 他自己他自己要去处理 那这样的日子美国要搞多久 大至少要搞三年 也就是说呢 你看一年七兆多 明年是七兆多加两兆的政府预算 然后呢 9.6兆 9.6兆如果平均发债利率是5%的话 我们算9兆就好了 9兆的5%就一年要增加这个 明年发的债务呢 一年要还4500亿美金的利息 你看这样的利滚利 滚到最后还得了 所以有结论是什么呢 结论是肯定要降息的嘛 你们降息的话搞死自己嘛 所以后面美国连准会一定会降息 只是说他什么时间降 现在大家一般都预估啊 第四季降 为什么第四季降 因为明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 选前降蛮合理的 对不对 另外再搞下去 就搞到整个财政破败了 那你GDP的 你GDP一年能增加多少 你GDP一年成长4%很厉害了吧 美国现在GDP24兆 24兆一年GDP成长4%才多少 24兆的4%才多少 一兆多 你利息一年要还一兆多 等于经济没有成长 这样各位懂我意思吗 经济完全被债务吃掉 所以呢我要跟大家讲 就是说这个美国现在最大的财 不要讲美国没有问题 美国最大问题就是财政问题 这个财政问题 不是只有外国人在看 美国人都在看 那这个问题到底要怎么解决 我只能最后注解 没有解决办法 无解 如何解决呢 就无解 好那今天就 爱客谈小尿包 对 这个美国人 physi给他 我还是对 我们应该证明所以 会和人区